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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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想先問我們現場來賓 你覺得你一路上 你應該也做過這樣的選擇 你勇敢踏出舒適圈 結果得到你想要幫我舉綠牌 好不好 好你覺得其實滿後悔 不如預期舉紅色的牌子 請舉牌 文玉姐沒有嗎 對 我覺得好像還可以 可以過更好的生活 OK 那你呢 你也沒有 我覺得我沒有的原因是 我爸爸並沒有 從頭到尾都沒有 讓我煩惱過錢的事情 不管是比如說 我在求學過程當中 我需要什麼制服 學雜費 都不用像可能有些同學 需要助學貸款 需要去打工 貼補 家計 甚至要賺自己的生活費跟學費 對 那其實 我爸爸在求學過程當中 一直都有給我一個觀念 就是他只會讓我 就養我養到大學 因為他說他也是十六歲的時候 就離開家之後就是自力哽生 那所以他說在大學之前 他會盡力地滿足我 我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我在大學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我 那個時候iPhone 剛剛開始流行 然後呢 我爸爸他 我記得我那時候 剛換了一支Nokita手機 我還記得它的型號 叫什麼6410 還6210 是華蓋的 然後因為班同學都有 我就覺得我續約 我也要有 然後那時候不到一年 我就記得iPhone4就出了 iPhone4 然後已經班上兩個同學都有 那時候我就打話給我爸講 我說我們班上全班同學 都有這個東西 這樣 我爸說 這個東西全班同學都有嗎 我說大部分 我說這東西絕對是一個流行 而且你之後 小孩通常講話會誇張一點 對 對 對 就是在騙東西的時候 我說已經有兩三個朋友 如果我都沒有的話 我跟你說我就是那個 怎麼會被社會調台 我會變成我們班的邊緣 也很可憐 我爸聽到那關鍵字就是說 如果大家都有 他說二話不說 他說我帶會錢給你 你馬上就去買 我們不可以輸給別人 我們不是說對不對 什麼都要有 比如說家裡面什麼大學 開Lamborghini 那個我們比不上 可是iPhone4這個東西 它可以滿足我 OK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 對我來說算是 很好的 不是很好 應該說是 一直物質生活上面 都沒有算特別缺乏 OK 對我來說 所以對你來講 你覺得這是一個祝福 還是後來的一個障礙 我認為是個障礙 我認為是個障礙 因為 不要再疼小孩了 變障礙 可是我要講的事情是因為 這個障礙的原因是因為 我真的開始大二 大三出道的時候 我開始出道開始賺錢 剛出道的時候還不錯 還算小有名氣 所以賺錢賺得很快 非常快就一場商演 我那時候我記得 我第一年破了一個紀錄 是我二零二年出道年 我跑了一百二十場校園 那個時候是台灣校園的默契 所以我還要跑 所以一場一萬 我就一百二十萬 順利 大概是這個邏輯 那不加其他的商演 什麼有什麼 所以那一年有賺到 可能一些錢 那也因為從小 沒有這樣子的限制 對 你知道 所以你花錢 當然會大手大腳的話 比如什麼鞋子包色啊 衣服包色啊 看到什麼就 常常是東西會打電話來 我們那下禮拜 我說你送圖片給我 沒有問題我就買了 不試穿 就會有很多這樣子的 等於說你在金錢上面的概念 是很差的 不會知道要珍惜 因為得來滿容易的 你會覺得 珍惜這件事情 是應該放在後面 我會珍惜它 我會感恩它 可是在當下 你會控制不住自己的慾望 所以後來 導致我花錢 越來越習慣之後呢 可能我跳真正的阻礙 讓我覺得很不 就是舒服的地方 就是在我可能去北京了之後 對 你後來去北京闖天下嗎 對對對 這個是我覺得人生的 就是真正跳出舒適圈 就離開台灣對我來說 因為其實 去北京這件事情 當時是因為我跟我經濟 我的經濟公司在打官司 對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離開台灣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要去北京闖蕩 為什麼 我覺得我在台灣 可以做到這麼好 我在北京 在中國大陸 一樣也可以做到這麼好 我認為 我自己先被認為 就揣著滿懷的夢想跟自信 而且我是射手座 我就特別喜歡去別的地方 對 就你知道就是 拓展自己的疆土 新鮮事 對 你會覺得 是不是我是要去打天架的 我應該是可以的 就殊不知 這個真的夢想跟現實 真的落差非常的大 就是我到那邊 我必須要承認 運氣不錯 第一年我接了一部戲 我還記得我賺了一個 一百五十萬台幣左右 就我一個人 等於我們大概分潤就是三百 我跟我經濟人是 然後那個時候 我跟我經濟人 剛去我們想要省錢 然後因為北京的房租很貴 你在不好的地段 大概就是三萬的台幣起跳 一個月 還不含所有的開銷 那你在好一點地段 沒有個五六萬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當然就租了個 兩室一廳的房子 我還記得房租大概是 算便宜了 一萬三千塊人民幣 所以大概是不到五萬塊 那時候是五的時候 人民幣還是在五的時候 然後我們賺到錢 然後就覺得 不錯 我好像可以慢慢開始 可是說不知就是 在第一年之後 我有兩年時間 都沒有接到任何工作 是零 原因是為什麼的 原因是因為 像我有上一個挺好的戲 叫三生三世成戲員 然後這個Casting的劇組 當時就是 它是要跟你收回扣的 這是內地的一個Casting的 我認識到的某一些人 它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就它會講好 就比如說你這個戲 我推上了 你要退我多少錢 要從你戲的酬勞裡面 退給我 對 然後我當時 就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那個時候 是我的救命稻草 因為我好不容易 等了快兩年 我拍到了這個戲 但沒有多少錢 我記得酬勞大概是 四十萬台幣 接近四十萬台幣左右 我記得在戲 殺青的前一天 我殺青前一天 他把我經紀人 叫到房間說 明天要發尾款給你們了 那你必須把尾款 全部退給我 全部 我拿的回扣是五十趴 很多 是這麼多 對 所以 在我們已經就是 跳出舒適圈 然後你經歷了這些瘋瘋瘋 你終於抓到一根救命稻草 發現很難賺錢 很難賺錢 然後你好不容易 想說明天要解渴了 因為剛剛前面拿的五萬塊錢 人比已經交了房租 這些還一下錢幹嘛 你所剩無幾 想說五萬塊 可以再解這個對不對 然後結果沒有想 他就是告訴我們這個事情 那想當然 我們沒有辦法 反給他這麼多 所以我們反給他的一萬塊錢 但從此以後 我就再也沒有接到 這個測試的 任何事情的通知 這麼黑 也不能說黑 就是我覺得每個地方 有他的遊戲規則 你在競爭的時候 光北京 常在北京的 就有六百萬演員 六百萬人 這不是一個概念 就是真的很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這個競爭的概率 所以他只能用他的方法 去活下來 我曾經為了去 爭取一個角色 然後我記得是 二零一九年的過年 內地叫年三十 然後呢 那個時候我記得他手上 有金庸的 古裝戲的小說 《笑傲江湖》的電視劇版 跟電影版的版權 電影是神雕俠旅 我記得 然後我為了要 爭取這裡面的角色 我就去當時的這個 若有這個版權的製片人 過年你們家裡面去打雜 你過年去幫一個打雜 對 因為他其實家在 北京的順義 然後他過年的時候 他是 他是 他們家只有三個人 對 然後因為我過年 我也沒辦法回台灣 因為我覺得 沒有錢 不想回來 對 然後我沒地方去 對不對 那我想說 那好吧 我就去他家 然後你就來吧 這樣 要去 你當然 就是早上八點就喊你了 他喊我喊小李子 真的是 真的 把你當小李子 早上八點 小李子到他又喊了 我就跳起來 然後趕快又幫他 開始弄這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這樣子 很有心耶 就是 對 還有大咖的男經紀人 摳你啊 幹嘛 這個是當中的一個是 可能內地的就是 遇到的這個舒適圈以外的 其他的情況 就是有這樣子的經紀人 然後他比如說 這個經紀人的藝人 講出來台灣應該 大概都知道是誰 因為他的系列台灣也蠻紅的 對 然後他就是 有一天半夜就 看他就發微信給我說 你在哪兒什麼時候 我說我在幹嘛 他說那你要不要 要不要出來找我 這樣子 我說去哪兒找你 他說你要不要來東京找我 現在幫你買機票 你明天飛過來 就大概是這個邏輯這樣子 對 對 對 然後他是屬於 多元成家的 哦 了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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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很特別 常常晚上的時候會收到電話 或是訊息 很晚 但凌晨兩三點 對 就是要不要唱歌 要不要來東京找我 要不要吃拉麵 是不是 比較很奇怪的邀約 所以你這個 你也很難去面對他 因為在那個圈子裡面 就是你也很難說 要委婉地跟他講 對 前面都很委婉 但其實兩三次以後 你還是會比較直接 正式地跟他說 其實我曾經有過 很不好的念頭 是真的啦 因為就是我記得 那個時候是 真的身上最窮的時候 那個台幣應該剩幾十塊錢 在北京 在北京 真的 然後你沒有任何的 的朋友跟家人在那邊 然後跟 所以跟舒適圈的差異性 是非常大的 等於說你一個人要 你每天其實睜開 你都在想 天啊 我房租在哪裡 我生活費在哪裡 然後你要住蠻高的地方 對 你住蠻高 因為我那時候在十九樓 王當真沒有寫 所以我那時候 真的 我跟你說 人有的時候 有不好的念頭 是一瞬間 它是有衝動 就是那個 它的感覺是 一瞬間湧上來的 你會突然之間覺得 我好像可以一聊百聊 它是一瞬間的 它是 我可以理解有時候 所以有些人 他是需要陪伴 比如說有需要有朋友 他為什麼會 害怕說他一個人在家 或什麼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我那時候 我有這個念頭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是嚇一跳的 我覺得 好可怕 有陪伴這個時候很重要 對 即使只是坐在旁邊 沒講話 對 沒有講話 因為有一個人在那 他就是你的辭職系 因為我是在 你就不敢亂跑 我是在我自己的床上 我住十九樓 我是躺在床上 我看完美的床 然後我手機在旁邊 然後那個時候比較暗 我沒有開燈 我就覺得 好累 很想跳下去 就是那是一個感覺 那是一個 一念之間 對 一念之間 然後你 其實而且 我這個東西 持續大概五六分鐘有 不是一個念頭 它很久 就是你會一直想 一直想 好像有一個人跟你說 不是OK 沒問題 你一切都會很舒服 你知道嗎 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會下去 因為你沒有辦法面對自己 而且很多人比如說 他說 你就是混得不好 你回來什麼 那你就很丟臉 什麼就 再加上以前台灣 比如說 大家都覺得 你過得不錯的情況 你會沒有辦法面對自己 跟面對當時的朋友 輿論啊什麼 所以其實整體的壓力是很大 我要打給我爸 我跟他講說 我說 我真的哭著打給他 我說我真的非常非常後悔 而且當初沒有聽你 跟我講的很多的話 這樣子 然後就 因為我是一個 報喜不報憂的人 所以那時候我就 打給他 然後就是 那一次是真的很崩潰 所以其實我對他 滿抱歉的 然後我爸 重點是我爸 他還跟我道歉 他說對不起 他那時候在內地 可是他沒有辦法 給我任何的資助 因為他 在我大學時期之後 大概三到五年 他就開始慢慢地走下坡 對 所以有時候 那個念頭出來的時候 真的要轉念 跟陪伴非常非常的 對 我覺得這個時候 一定要做點別的事情 轉移注意力 你後來有一個關鍵因素 你決定回到台灣了 對 撐不住了 我覺得這個 很多人會覺得 我剛剛講完 可能是因為錢 或什麼其他人 其實不是因為錢 也不是因為生活 是因為身體 他們你每晚上 在北京都有不同的局 對 而且都要喝 要喝 所以喝它就會造成 一個很長期的傷害 然後我那時候 在過年前就是 前年的過年 等於是大前年 我在廣東街洋拍個戲 然後那個戲 導演跟我說 我們不武打 我說沒有武打 你放心 我說導演 我有腰傷 我有追肩盤突出 我本來就有 我說如果你要打 因為我看他那個劇本裡面 我覺得好像 有要打了 我說你好像 會有打戲 這個我可能不行 你要不要找他 他說沒問題 如果有我找替一生什麼 我說不好意思 他那小成本的 到時候你就是硬上 他就突然間就安排 三四天打戲 所以我們 明天晚上開始拍夜戲 拍打戲了 我現在手機裡面 還有視頻 就是當時拍那個片 就是 因為我的角色 是要被教訓的 被打的 雖然是男主 但是你要被打 為什麼 因為你是一個 老婆的兒子 就是你是一個 想變賣祖產 來騙家裡的 長輩的人這樣 後來才迷途知返 這樣子 所以你開始 就很多人去揍你 什麼 然後那個舞行 就是硬教你 一開始是連護具都沒有 他叫你摔 他比如說 你就沒摔 你就這樣砰 這樣摔什麼 教你 然後我們就 一樣畫葫蘆去做 然後我接著拍了三天 我那個腰痛的 大概有 我覺得 這樣拍完那幾天的戲之後 其實我一直到 殺青腰都很痛 然後我都忍著 然後回來台灣的時候 過年 因為爆發疫情 我就沒有回去 真的不騙 我去 這個腰痛起來 就最嚴重 我躺在我朋友家的床上 我躺了一個月 然後我打了 我記得很清楚 我打了三次 無痛分娩打的止痛針 這麼痛 就是你會 而且你會痛到床哭 你知道 就說我到底怎麼會 把自己整成這個樣子 就是你會沒有辦法 然後沒有任何 你朋友只是說 那怎麼辦 你吃藥吧 或者慢慢等我下班 我站你去哪裡 去醫院去打 所以我還記得 無痛分娩 是因為一個護士跟我講 他說 你只要再打下去 你要再小心 如果它再發起來 你就只能再回來打 因為你現在一般的止痛 要對你當時的疼痛 已經嚇到最重的了 對 所以 我經過這件事情 我就嚇到了 我覺得說 我在那邊 如果我再繼續這樣子的 沒有辦法 照顧我自己的身體 然後整個狀況 沒有辦法穩定下來 我決定我還是起碼 不是回到舒適權 是回到我比較熟悉的地方 對 起碼比如說 這裡有我的家人 對 雖然 對 然後還有我很多的朋友 因為其實我 從小到大一路以來 都是朋友給我 非常多的支持跟幫忙 大部分都不是有血緣關係的 除了我爸爸以外 我覺得起碼就是 回到我熟悉的地方 然後都是朋友 我會很有安全感 對 好 當然這個無痛分娩 但不可能是無痛成長 但是這個也是超出它的負荷 沒錯 所以很多事情 其實跟我們想像中不一樣 我們大家想到是 北京掏金夢很棒 身心靈傷很累累 對 就是其實 這裡可以算是另外一個 就是說就是 金普寨 你們知道嗎 金普寨 另外一種 對 我們也是 我們有時候 北京也是有KK的這個 對 只是我們經歷的過程不同 但這都是 我覺得 我覺得 小的時候可能 父母給我們很好的 某種環境 對 對 那我覺得 我經歷過 像我現在回頭 我非常感謝這些經歷 我覺得你一定 比過去變得強大很多很多 心裡很直 好 這個也是勇敢走出舒適圈 顏潔 我覺得你滿厲害 東南宮專念到台大博士 是 對 一路很辛苦吧 就是一直自虐 想突破自己 對 不停 每天都在自虐 我之前就是念電機工程 對 然後念一念 我就念畢業以後 我就想要走我自己的路 所以我後來就是跑去考插大 然後因為我喜歡建築 然後我就跑去 我就插大 就考到那個文化建築 學姐 就文化建築系 然後就是我就在裡面念得很開心 然後在裡面也很有成就感 因為就是後來就是因為是興趣 所以就拿獎學金 然後其實我們 我們非本科插班 通常要念四年 可是我三年就畢業 很厲害 對 因為我一次雙修兩個設計 兩個設計 大義大師一起修 對 就其實 對 那個會死的你知道嗎 對 大義大師一起修 那是會死的 然後後來我就很努力修完 然後我後來我記得我是第二名 就是總成績 就平均下來第二名畢業 全院 然後後來我就在畢業以後 我又想說 因為我爸媽他們都去算命說 我不太會念書 應該這樣就好 每個都這樣講 那天要可以給他冰島 對 然後我就想說會嗎 然後後來我就再去再去考那個研究所 然後因為私利的那個學費很貴 所以我就去考功力 盡量考功力 後來就考到那個北科大建研所 對 那很棒耶 對 然後我考到以後 我想說我應該也就這樣了吧 然後我媽就覺得 你要去找工作了 然後就是這已經很漂亮的學歷 後來我就跟我媽講說 就我去工作了半年左右 我就說媽 我想要出國去走走 因為我通常到他都沒有在國外生活過 然後我媽就覺得不行 他就去叫我跟我爸講 然後我媽就跟我爸暗示說 就是趕快就大建研 對 然後我就說爸 我要去美國念書喔 我已經找好學校了 然後我爸說好 拜拜 然後我就真的走了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我還把我的錢換美金 我只帶了四千塊美金 然後我就上網去找說 誰家的那個客廳 四千塊美金去美金 去美國過生活 對 四千塊美金是 不包含兩千元的那個 十二萬 學費 對 然後我就上網問說 誰的家裡的那個 就是TSA學校 就是我們有同學會 對 然後我就問說誰的 誰家有多的那個客廳讓我睡 然後我就去上網買了睡袋 我就真的去那邊 然後我就去那邊生活 這是真的跨出舒適權 超級是有用感的 對 因為誰都不認識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帶的錢不多 然後我就是 就是一天不能花超過五塊美金 然後美國的那個水果很便宜 我就買了很多桃子 然後跟鮮奶很便宜 三塊錢買一家輪 然後還有那個 再買那個紅茶 我每當就是自己泡鮮奶茶 一顆桃子 然後中午我就去 subway買Furron 堆切 中午一條 晚上一條 所以我每天花不到五塊美金 然後 對 然後後來我就是存購錢 就是我後來有在學校打工 然後我有去NASA 去當導覽員 然後還有去兼職幫那個NBA球星拍照 你看這是Camby 這是JR Smith跟Camby 對 你應該有看NBA就會知道 然後後來我就賺了一些錢以後 我就搬出人家的客廳 我就跑去在Metro 我們那邊有一個輕軌旁邊 租了一個房間 兩百塊美金 然後水電大概五十元 也很便宜 對 也很便宜 然後可是還不錯 很乾淨 然後有自己的一個小的陽台 然後我就很開心的在那邊 在那邊生活 然後其實因為我選Houston 是因為華人那時候比較少 然後可是華人少 黑人跟有色人種比較多 然後那邊的治安就稍微 因為很大 太大了 很偏僻 所以稍微不好 然後那時候我是自己買了一個 兩千塊的97 Camry 很爛 購婆爛 我怎麼買那麼爛 因為人家就不會被搶劫 因為那個搶劫很危險 女生都打不過嘛 然後我身上還會夾一個二十塊美金的鈔票 內行 內行 這個內行 為什麼要帶二十塊錢 因為有錢讓人家搶 對 你不可以讓他空手 他會把你殺了 對 他沒有錢 他會腦袖 不能空手而歸 因為他吸毒的 有些吸毒他已經 就是他噴火 所以我記得我走了那一天 我就 我們就有人 我回到臺灣的時候 有人跟我講說 昨天那個川拿湯 有一個那個老闆的女兒被殺 他就是被搶車 再加油 再加油 就是忘記帶二十塊 不是 他搶 就是他被搶 其他錢給人家 就那個人要搶車 因為他開很好的車 然後那個老闆娘不肯給 那個女兒不肯給他 那其實我覺得可以給他 因為美國有保險 其實你被搶了 人家會賠你一台 可是他一抱什麼就不肯給 然後他就一槍被打頭 就死了 當場就死了 是 所以其實那邊是很 就是很不安全的 然後後來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瑜伽學校畢業 我可以去申請他們那邊的學校 然後我一算起來 哇塞 就算有獎學金 一個一年行也要兩百 就是家生活要兩百 兩百萬台幣 我就覺得太貴 然後後來那時候 我就想想說好吧 那我去回臺灣再考博士班 那你都已經在美國 你會想說那考臺灣最好的嗎 那我就想說臺大好了 然後我就直接寫信 就上網看哪一個教授的所學 是跟我相關 然後我就寫信過去說 我可不可以先去你的那邊旁聽 我想看看你們上課的內容 然後那教授就回我加油喔 三個字 對 什麼意思 我就不管他 名字公不出來 沒有 我就不管他 沒有 後來我就 我就直接飛回來 然後飛回來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媽那時候 還常常跟我MSN 問我說你回來了 有時候你在美國好不好 安不安全 因為他看到我跟那麼多 那個老外合照 他很怕我在美國就嫁你老外 對 超懷疑 你不要跟他們走太近 不要跟他們走太近 然後後來我就後來記得 那時候我來跟我媽邊用MSN 然後我就說 媽你回頭 然後我媽一回頭 我站在後面嗨 然後我媽就嚇到 因為那時候我自己突然飛回去 因為我後來賺到一些錢 其實我是帶了大概 四十幾萬台幣回國的 四千美金去 對 我還特意 想說反正我已經賺到錢了 我還去 我還就是去繞了 我有去紐蘭蘭 然後有去拉斯維加斯什麼 就到處晃 晃了自己開車 晃了一圈才回來 所以什麼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四千塊美金都敢衝去美國 還賺錢回來 對 但是就還是安全啊 對 還滿幸運沒有遇到什麼 對啊 那是真的要幸運 而且我那邊很多老莫 因為我在休斯坦 那個是跟墨西哥很近 可是反而幫我都是老莫 像我那個車子抱胎什麼的 然後我自己會換車胎 可是都是老莫停下來 幫我一起換 然後他們修車也很便宜 那真的遇到好人 對 都還沒有遇到壞人 那他可能上次脫離舒適圈的 結果不錯 你現在又要想要再次脫離舒適圈 對 因為其實我是高考二級 考進桃園市政府 我是事務官 然後那時候就是 有人找我去選市議員 然後我跟我爸講說 爸爸 我要去選市議員 我爸有神經病啊 你 對啊 因為他覺得就是你過得這麼好 就是高考二級 一輩子鐵飯碗 你已經過得很好了 然後為什麼還要去做這件事 然後而且他也知道 我不太喜歡面對人群 我有很嚴重的人群恐懼症 其實我不太喜歡面對人 所以我看人群還選市議員 對 所以我看人群也不看人家眼睛 然後然後我也是就是喜歡低頭 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我爸知道我不適合 他就不願意 然後第一次這樣子出來選市議員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突破 因為我的口才沒有特別好 我不太喜歡 平常也不太愛講話 很安靜 對 那你這些特質怎麼走出來 念對大家 就連我的那個小助理都有發現 就是我有時候受到挫折 我就會先唸個佛號 然後突然華麗的轉身繼續笑 我就覺得太強了 太強了 你知道我爸爸是到前天才突然 願意接受我在選市議員這件事 他還突然問我說 你抽到幾號 你要不要把文宣給我一點 因為他可能現在才願意幫忙 對 他到前天才願意接受這個事 因為大家都會很傻眼 像我之前 他怕女兒太辛苦 對 因為其實他就會 就你幹嘛自虐自己被 真的會虐 因為像我走在路上 我去發文宣 我自己發 有些阿伯拿了就丟我臉上 真的 真的 真的是丟臉上 然後後來 我還 我好像沒有 是不是沒有人看到 後來那個老闆說 有 我有看到 就是他很沒禮貌 對 就是他們有看到 我被丟 丟面子在臉上 對 然後 就是我就覺得 就是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 那你會覺得不舒服 幹嘛要走這一招 可是都已經走出來 就可以 我想說把他試著把事情做好 因為我是那種完美主義者 我剛開始前三個月的 我都不知道要去哪裡 然後我就背著氣球站在路口 跟大家打招呼 想辦法把自己推銷掉 然後後來大家可能看到我 第一句話就說 很漂亮耶 我說 真的 很漂亮會被注意喔 就明天穿更漂亮 對 就是試著更漂亮 讓人家注意你 然後他還注意你了 開始注意我了 然後原來這樣可以讓人注意 還有就是高 很高 對 還有拍那個 他後來拍了一個很可怕的片子 對 那是莫名其妙 你知道其實那個我在扮醜 我真的是扮得很醜 其實我在學那個時神裡面那個集結 就是我知道醜 醜才會讓人家注意 反正就要讓人家印象深刻 對 然後其實我拍了十支 關於我工作的影片 然後就走那一兩支爆紅 教大家擺姿勢 對 就是模特兒那個 因為我以前也當過模特兒 然後就是那兩支爆紅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 就是其實參選還滿好玩 有人很多不同的事情會發生 而且我 那你好玩 花很多錢 對 我目前募到一百萬的話 差不多 對 前輩在這裡 對 前輩 大家都說一百萬很省了 不可能一百萬 我真的一百萬 他是真的非常另類 但是這種人會一直自我挑戰 你怎麼看他一路走來 我覺得滿自虐的 自虐好像是他人生推進器 對 但是 但是他是那種 你知道成功了 他還要繼續成功 他還要繼續成功 他有一個新的挑戰 新的挑戰 他才會有存在感 我覺得很希望真的憑症 可以出一個真的很清流 讓大家知道選舉 不要再花這些錢 你要我連結 就不要我花錢 憑症喔 那我們我在中原大學 真的啦 選區選區的 對啊 你要我連結 就不要我花錢 真的 好 怎麼樣從政之路 面對這麼多的事情 可以活出自己 等待 剛說不可能 馬上回來 好 剛剛說的這個人群恐懼症 站在人群當中 另外一個壓力就是 全世界很多人 會給你各式各樣的評論 要問一下婉玉 因為其實你在從政之前 你在雲林的綽號 就是大小姐 大小姐應該是 很開心地做自己的人 其實就是 雖然說就是從小 因為阿公在雲林 是大地主 他是騎馬在尋田的那種 然後所以 家裡地大都騎馬 有馬 有騎馬 他有四個太太 十九個小孩 我的阿公 阿公喔 然後在鄉下造橋鋪路 很多雲林到嘉義的路 或什麼 然後很多 就是造橋鋪路是功德 所以很多人就是 就是很 對我阿公就是很尊敬 然後再加上 三七五鹼豬的時候 他就把很多田地 送給我們家的長宮 所以現在這些人 有的在草天宮前面 可能擺攤或幹嘛的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跟那個馬英九總統的夫人 就是那個美清姐 在同一個地方吃飯 她也進去 我也進去 結果他們居然全部來招呼我 把總統夫人量在一邊 覺得大小姐要吃什麼什麼 然後就總統夫人坐在那 就很不好意思這樣 可是雖然是這樣子 可是我的爸爸 對我非常的嚴格 就是像那個吃木瓜 如果沒有吃到苦苦的那地方 他就一巴掌過來 然後念書的時候 就是永遠就是頭髮 只能耳下一公分 那女生愛漂亮 馬上會流長一點點 他就一把剪刀 就把你一邊剪掉 那你看你另外二把去修 爸爸很適合當訓導主任 他就是被我爸打過 因為他就覺得 他就是這種斯巴達斯教育 他覺得獅子是會把小獅子 推到山谷下面去 爬得上來才是自己的小孩 不過也因為他這樣子 就是以前覺得就是很怕他 但現在非常感謝他 就是因為他的訓練 會讓我就是面對所有的困難 我都不怕 就是可以有再站起來的勇氣 這樣子 而且那時候你真的很聽爸爸的話 所以你念的是土木工程嘛 對 而且我從小到大就是很乖 我都沒有翹過課 然後軍樂隊 啦啦隊隊長 所有的才華都小時候都用完了 沒有 所有的好運與才華這樣 然後 對 所以你看那麼嚴格是不對的 我長大也不是這樣 長大也很優秀啊 很精采啊 你念土木工程 但是你跑去當空姐 對 這個爸爸可以接受嗎 當然那時候快瘋掉了 可是因為大學畢業 誰想要繼續工作嘛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就是玩 然後就想說 那如果那個當空服員的話 可以免費去世界各地 那確實這段的工作 帶給我很多的人生閱歷 那我就是因為我自己知道 爸爸只給我兩年的時間 所以我根本就是把它當成是玩 所以一到外站去 我都沒有在睡覺 一直購物 不斷購物跟買東西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 可能人生就不會再這樣子 到時候回家工作 就開始很可怕的 就是很高壓的工作這樣 我發現這個空服員 比旅客買得還兇 對 真的是這樣 因為就覺得自己以後不會 沒有機會再來了 他把它當就是 此生最會是購物 你知道嗎 對 一定是這樣子 你在飛機上有遇過一些 要騷擾你追求你的乘客 就是很特別的經驗 就是華航有那個 就是那個翡翠卡 就是最高級的客人 有一個客人呢 他永遠都坐在4C 然後呢 常常就是會聽到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打經濟艙 然後可是會要去前面 賣Duty Free 所以就是有一次 他看見我 然後跟我買了一瓶 我還印象很深刻 那個時候一個香水 男生的很流行 叫Fahrenheit 紅色瓶子的 你應該知道 Fahrenheit 我不知道 年輕人應該就不曉得 然後反正他就是 跟我買了那個香水之後呢 好 我們那時候要到荷蘭去 會在泰國先停 他是泰國華僑 然後隔天呢 他就跟著我們 就是我們全飛機的人 都在等有一個遲到的旅客 就是他臨時決定 要跟我們一起飛到荷蘭 就是那位客人 然後他就上來之後 就是反正就不斷地 要約我什麼的 那我本來都不理他 可是他到了荷蘭 他就請全機組的組員 去一個很高級的中國餐廳 那如果我不去的話 他就不會請客 所以就是那一些座舱長 同事就說去啦...什麼的 這很厲害 所以我就去這樣 那後來就交了一個 還不錯的朋友 OK 那這個是好的經驗 可是我的同事 就沒那麼幸運 就是在那個 就是日本客人 就是喜歡在飛機上喝啤酒 那他就突然哭著回來 那個Galley裡面 然後就跟我說 他那個被摸的屁股這樣子 然後就非常傷心 非常傷心 那你知道我這個人就是 我就是比較好打抱不平的人 就是他真的哭得那麼傷心 我就說不要哭... 我替你報仇走 我就把他拉到那邊 客人面前 對 我就 他正在喝酒 然後他就抬頭看我 我就把他酒拿過來 往他頭上倒 好帥 然後到完之後 那個他也愣了 他本來愣住在那裡 然後之後到完之後 他就開始破口大罵這樣 所以當然所有的座舱長什麼 就過來在安撫他什麼 因為華航對於客宿 對客人的服務 是很要求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 就是軒然大波這樣 就應該不能再做了吧 個性其實都沒有什麼變 對 還是有啦 還是有 還是繼續做 就是在靠爸爸的餓死裡面 其實是有道理的事情 對 他其實是有點 對 因為他是吃豆腐 如果是在現在 因為那個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如果是現在 一定是大家會覺得一片叫好 可是那時候就大家覺得 還是要忍耐 就是在飛機上 就是不可以對客人這樣子 反正就很多無理的客人 你那時候回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你是聽爸爸的話 你真的有到工地去 每天風吹日曬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 寒暑假幾乎都在工地 因為就是跟 就是爸爸是接 阿公的營造公司 所以我們做的是公共工程 就是高速公路道路橋樑 所以經常性就是寒暑假 就被丟在某一個工地 然後就是負責那個 某個幾K到幾K的公共工程 那我曾經坐 北宜高速公路 石定到彭山那一段 我在石定的鐵皮屋 住了兩年半 對 就是做到 男友都已經帶別人回家了這樣 因為就住在工地 然後風吹日曬 那每天早上就是被那個 挖土機怪手的聲音吵醒 這樣 五點 那就是我覺得就是 而且因為原住民以前 都是領日新的 那領到日新就出去喝酒玩 他隔天就不見了 可是為了要趕工程進度 我就說好 你們就是在工地喝 不要出去喝 我陪你們喝這樣好不好 所以就他們就是留在工地 然後隔天就會替我趕工 因為我是他們的朋友 這樣 就是這樣子的環境 對 就是因為以前 都是跟原住民喝 然後原住民就是 保利打鼻加野奶 或是什麼咖啡 什麼莎莎 米酒頭 所以混酒我就非常非常厲害 喝不醉 就是從十幾歲到現在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太大型 就四年前就出事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會醉 這件事 所以當我那一天 十八個行程 每個人說你要先走 你要喝三杯 我就三杯三杯 怕你 我就這邊三杯威士忌 那邊三杯啤酒 每一攤都喝 喝到最後就搞到自己斷片這樣 OK 所以真的有嚇到那一次 你之前那麼聽爸爸的話 你都回來當工程師了 在工地可以住這麼久了 你為什麼會來跑去重鎮 因為家人非常反對 對 因為覺得說 就是重鎮 他就是一個公眾人物 你就會被放大檢視 但你好好的大小學不當 你要去當一個 被大家批評的人 那可是因為 我一直覺得英國史學家 有一句話 Burke他說 壞人會得逞 是因為好人袖手旁觀 所以我不想要做袖手旁觀的好人 而且現在的社會氛圍 政治氛圍很亂 群魔亂舞 所以在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出來做一個正義之事 然後導正歪風 但事實上其實 事實不是你想像的這麼簡單 你怎麼看著放棄 對 因為通常就是不會是 你表面看著那樣子 你怎麼都開始放棄的 政治人物是通常是私下 會有很多的勾心鬥角的東西 尤其是同黨同志 你光燈前跟後世完全不一樣 那你當幾年才發現 這世界不太像你想 不用幾年吧 不是 一進入這行 就會知道了 因為當很多人 合在一起的時候 每個人就會為自己的利益 來去做拉拔 對 我很想問了 妳的那位同鄉的前任男友 有給妳什麼祝福的話嗎 妳重新再站起來 他根本就封鎖我的電話 他怎麼會跟我什麼祝福 那可能有什麼話 要跟他講的 就是我覺得 因為雖然說事情都過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還是覺得 很多事情應該要說實話 就坦白坦承 我覺得就是 不論是對政治 對感情 我覺得都是要 他負一些責任這樣 那但是就是都是加油跟祝福 因為選舉很辛苦 那撇開這個私人的情感 的處理方式不說 就是在公共事務上面 就是我們的努力跟認真 是絕對值得被肯定的 我每一天早上七八點出門 十一點回家吃泡麵加蛋 是我的生活日常 我覺得可能小時候 爸爸的訓練真的 真的帶給妳非常深的影響 妳爸爸應該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教練 把妳帶成這個樣子 我想他不滿足於 雖然工地的工作 很有挑戰性 但是那個是妳的舒適圈 因為那是妳的能力 被養成的過程 我想妳很想挑戰 妳有夢 這個夢就是公益 妳覺得妳可以在這個 公共事務上面 可以創造一片天地 好 所有的辛苦 每一滴眼淚 每一滴汗水 我覺得都是人生 很珍貴的養分 這些帶給妳什麼啟發呢 馬上再回來 我們現場還有另外一位 含著金湯池出身 從小就是為前傾 無憂無慮在舒適圈長大 舒適 對 其實我跟一樣 就是說我們小時候就是 基本上沒有受過 什麼太大的挫折 那爸媽其實 基本上家裡經濟也還不錯 好 沒關係 大家都這樣 好 OK 沒關係 今天不就這個主題 我們就SkyD OK 你很苦大 對不對 地址拿 你也不錯啊 沒有 我是小康 我小的時候 是住寄養家庭 那基本上其實就是 家裡過得還不錯 所以其實像 我在家裡又是老妖 所以基本上我爸媽他們其實也不 就是除了很疼我之外 功課其實也不太管我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想要補習 等等都是我自己去跟他要求 他就說好啊 OK 你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所以其實沒有受過什麼太大的挫折 小時候就是無憂無慮 那其實我後來就是覺得說 就是基本上其實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你就會覺得說好像久了 你就會覺得人生滿無聊的 就是快樂是一直無止盡的嘛 你有時候覺得說 是現在很快樂 但是快樂完了結束了 你會覺得說好像滿無聊的 那很難說得出的感覺 對 因為很多東西是你要去爭取來的 其實一些挫折 你會覺得特別珍貴對不對 酸甜苦辣是相對 但你什麼都不用做就得到了 那久了變空虛 對 空虛 聽了很多人也是羨慕嫉妒恨的 什麼都有的空虛 那你是出社會才開始踏出舒適圈 對 其實我後來踏出舒適圈 主要是因為我以前學的東西 是做行銷 那後來行銷其實 我學的並不是人知 但是因為後來有一個前輩 他其實就是在那個 友達集團裡面工作 那他就是問我說 你要不要我們公司 現在要分出一個子公司 你要不要出來就是 做人知試看看這樣 我想說其實好像也還不錯 我就去試看看 但試了以後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還滿初心的人 不是很細心 但大家也知道人知 其實就是需要比較細心一點 你要去打薪資 然後各個資料的整理等等的 包含像我們在定數機 他都有固定的位置 SOB 其實大公司就是要求得很嚴格 各個方面 因為公司其實在剛開始 因為他是分出來的子公司 要成長其實有時候突然訂單來了 你要量產 我們就必須要去請人力公司 來幫我們介紹一些員工 那一次可能產量要出去的時候 你可能一天就要面試一百多個人 對 一天面試一百多個人很累啊 然後你當然就想說 好 面試完了之後 因為是產線嘛 那好隔天就是讓他們 就是主管看過OK了 我們就讓他進產線 但一個禮拜之後可能就 我們大概一百多個面試 可能只錄取四五十個 結果到了下禮拜之後 可能只剩四五個 你就會覺得說 這流動率很高 然後主管也是不是會覺得崩潰 因為其實你會整個影響到公司的營運 那我們又開始就是 每天就是面試 然後人就是留不住 那你就要開始檢討說 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啊 等等的 那你也會回家就覺得非常挫折 因為其實我本來就不是學這個科系的 他就會覺得說 怎麼會遇到這種狀況這樣子 這樣的環境 我覺得你還不錯 因為你撐得下來撐三年 對 其實我後來 很多人可能沒有這種事情 你馬上就投降 撐三年滿久的 其實後來撐三年也是因為 因為那畢竟是剛出來出社會嘛 前面就是很菜啊 然後很多就是會一直出包等等的 但我覺得還不錯是說 我後來跟到一個 是還滿好的主管 那他雖然就是也是非常嚴格 就是剛剛一直把我罵哭的那個主管 我後來其實是很感謝他 因為其實你剛出社會 如果說你沒有一個這樣子 嚴格的主管 因為畢竟我小時候過得很開心嘛 家人都不管我 那你沒有遇到這麼嚴格的主管 你就不會說你想要去進步 然後不要出錯 然後給自己一個 就是讓自己可以就是 好好的把這份工作做完 原師出包圖的這種 對 那這個主管 他其實在各方面 我覺得像他我們HR 其實就是要跟各部門去做溝通 那有時候辦活動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去跟每一個部門 去溝通協調 我就覺得這部分是 我覺得還滿佩服他的 那後來其實就是因為工作 其實有經過幾年嘛 一開始很菜出包 但是後來其實你會覺得說 各個領域的挑戰 最後你不會覺得說 好像工作很痛苦 你反而是覺得更興奮 更有信心這樣子 因為你獲得的是有成就感的事情 你有小時候那種空虛感的 對 然後 真的 對 那其實你有時候看到 我們有時候上新人訓回來 新人到了公司上班的時候 很有衝勁耶 你會覺得說 事情一定要趕快做好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我們辦的活動 真是超棒這樣 你是不是感覺好像找到自己 在這個社會上的價值跟 對 有一種這種感覺 就這種悲屈要 而且你靠自己累積的 你自己的價值 那你現在其實有不錯的工作 家庭也滿不錯的老公 你後來做這個決定 爸媽又暴跳如雷 對 其實 就像你們一樣 就是 不會有人讓女兒出來選 對 一些寫同上同上 應該是 那我們其實在家裡 爸媽都很保護女兒 不要走政治 對 被保護很好 你會喝保麗達B嗎 就是 這個我可能沒有辦法 我大概這樣就醉了 我爸媽到現在 其實還沒有辦法量解我 你為什麼要出來選 我會想要出來選 其實也是因為有一個 我的前輩 他就是有跟我講說 其實人生都會死 你既然出生了 你最後就是走到死亡 但是你要怎麼去 所以選舉這種 赤身死滴兒號 這個問題 真的啊 對 一定要嚇這麼重 好偉大 何樣被罵得很慘 好偉大 我被罵超慘的 照三餐打電話來罵我 然後甚至我媽就是 還氣到哭 然後有一陣子 就是不太想跟我講話的 然後最後就說 那你為什麼可以堅持下來 我其實堅持下來 也是因為 我剛剛還沒講完 我說的那句話 對 其實就是說人都會死 你中間要去怎麼過 怎麼樣去過你的人生 這個其實就是最重要的 轟轟烈烈 對 你要精彩地過 還是你要像以前 我小時候平淡這樣過 一場遊戲 一場夢 對 那我後來就是覺得說 好 那我就是還是堅持下去 而且其實我覺得說 今天 在我改變這樣子 走出舒適圈 經過一些挑戰 我反而是更開心的時候 我覺得 今天剛好有這樣的機會 我就願意出來 而且 我覺得只要是對的事情 你就可以去做 而且像現在紛紛擾擾 如果說我們出來做了 能為社會好 能對下一代好 我覺得那何樂有不為 對啊 問一下楊晴哥 你覺得跳脫舒適圈 當然我們必須講 可能成功 可能失敗 這裡面最重要的是什麼 自知死地而後生 我真的只有這一招 項羽為什麼會成功 他就是自知死地而後生 其實他那時候沒什麼資源 但是他就是跳下去 他說你們跟著我走 前面有路可以走 因為沒有人敢 這個躺那個渾水 結果他度過那個河以後 他說你們跟我破釜沉舟 其實台灣真的願意 跨出舒適圈的人 不到百分之三十 可能還更少 現在大家都要小確信 活得好好就好了 因為帶四千塊就出國 對 是不是 這是瘋子 只有瘋子才會幹這種事情 但是會成功的也是這種 對 沒錯 要不然如果你不跨出舒適圈 永遠沒有成功的一天 對 要拚 好 我們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真的 我覺得人生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你要跨出舒適圈 你要做很多的準備 我們剛剛聽到 有的人小時候 什麼是這些幸福 還沒做準備 就沖出去 對 變成是空虛 所以我覺得大家只要這個心態 準備好 人生有很多的學分 你是一定要修的 早修晚修而已 早點修 早點畫出舒適圈 你反正早點升級 享受這個升級的快樂快感 對不對 祝大家加油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